父母了解这个道理 你去出家父母会像泰国缅甸这样放鞭炮 如果父母不了解这个道理 他会觉得很丢脸 我女儿跑去出家 逃兵一样 所以 那当然各位要来学习佛法 然后呢 我们可能要有一点了解这个道理 那这个道理谁跟我们说呢 念一下来 十方诸佛 念一下 那么要是流离广度来 那么消灾严寿 要是佛 那么随心满愿 要是佛 求长寿得长寿 求富贵得富贵 求官位得官位 求男女得男女 求男女得男女 那么随心满愿要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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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不伟大 要长寿 要有钱 要有男朋友 要做官 要生儿子 晚要求要是佛 当然要是佛不是光这个愿 他每一个佛满足众生 基本上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让我们现在快乐 健康 所以要是佛嘛 小宅严寿 要是佛健康 有钱 家庭和谐 那第二个愿 满我们什么愿呢 要是佛要帮助的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读一下 没烦恼 解脱自在 那要是佛就给我们一个正知正见的意思了 要是佛的十二大愿 那第三个要满我们的愿是什么呢 那就是来找到原来我是佛 要是佛要帮助我们身体的福保 心理的解脱 更重要呢 找到我们自己的佛性 跟要是佛一样的慈悲心 慈悲愿 帮助别人 简单的说 如果一个医生 花了很多时间金钱 去得到一个医学博士 然后人家就介绍他去大医院 做大医生 以后可能会做院长 当然他有这个技术 但是他开悟了 我在台湾我很佩服 很多意大利的医生 法国的医生 都是天主教徒吧 神父 免费的在我们乡下服务 那些最可怜的人 这伟不伟大 太伟大了 这个就是要是佛 这个已经走入佛的心 这个我们叫实相 实相 真实的 所以我想佛教的修行 不离开这四个字 念一下 一心念佛 就是要把佛的心念到你里面来 用佛的心来过生活 这是要是佛的本愿 所以要是佛希望我们外表跟他一样 流离光的外表 要是佛希望我们的心跟他一样 正知正见 要是佛希望我们的心跟他一样 来 菩提心 要是佛希望我们大家 希望将来往生了 要是佛会派八个菩萨 来带我们去哪里 极乐世界 这是要是佛的愿 所以因为如果你去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将来会做什么 到极乐世界 任何一个佛的世界 最后只有一个目的 什么目的 成佛度众生 我想各位这个一定要抓到 我们今天来供养要是佛 当然等一下要做花香的供养 这个叫物质的供养 物质的供养 透过这个 由外在的供养找到内在的供养 内在的供养是什么 来修行的供养 所以各位来学药师佛帮穷人 好不好 帮病人 帮没有衣服穿的人 帮不相信因果的人 这个就是修行的供养 但是要是佛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各位要做一种最圆满的供养 来 十项供养 由世间的供养 走入修行的供养 而达到十项 什么叫十项 爸爸开一个公司 开了五十年 终于做得很大 他最大的希望是 他的儿子能够接下这个摊子 而且做得更大 对不对 爸爸死都瞑目都会笑 十项的供养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都念下 发成佛的菩提心 这个是最高的 我们要做药师佛 来帮助众生 所以讲到这个 以后澳大利亚最好开一个 药师佛佛学院 不是来读书 很多人是来读书 很多人为他出家 但是他不想要服务众生 他只想要理光头 那也不算 他只想要吃素 他只想要不结婚 不结婚来出家都快乐 那个都不是药师佛佛学院 因为我们要学的是 做药师佛在做的工作 那药师佛发十二个大愿 那我们去实践这个愿 那就对了 所以希望各位今天就来念一下 今天成佛 好不好 不是身体 心 就像我去监狱里面 我都会讲一个题目 他们觉得很好玩 我讲的题目是什么 今天就出狱 每个人眼睛都看我 你怎么出狱 你有神通 我讲的是心出狱 人继续观 因为你这个身体做坏事 你五年 但是你心脱离这个监狱 那你心就自由了 所以各位你不能问我说 师父如何修不生病 我讲的是心不生病 不是身体不生病 只是 请问身体是你的 还是不是你的 真正的智慧叫 身体不是我的 身体是爸爸妈妈给我的 身体是地水火风 蔬菜水果空气给我的 没有太阳 没有水 没有空气 也没有我这个生命存在 没有国家 没有老百姓 没有医生 没有老师 没有人 开素食店 乃至做衣服 我的生命都不存在 所以各位你要觉得说 身体不是我的 不能自杀的 绝对不能自杀的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因为身体属于父母给我们的 身体是所有生命供养你的 所以为什么自杀的最重 自杀人很痛苦 比如说哪一天你从酒楼跳下来 九点 哪是晚上两点不管 每天你都要跳一次 你不跳就两个 无常鬼给你抓到楼上 再把你推下来 因为你要享受几百万次的自杀 因为你自杀一次 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不想自杀 不想自杀什么 叫抓刀腿 福建话 你要抓一个来自杀 他们就有这个执着 虽然你抓一个来自杀 自己更苦 但是他太痛苦了 他就认为抓一个来 我就不用跳 你来替我跳 所以自杀的人有这种痛苦 然后等他这种痛苦完了 自杀完以后还要下地狱 做恶鬼 做短命鬼 然后将来投胎做人 还要七次自杀 然后七次自杀完了以后 以后换他最爱的人自杀 自杀一次的业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所以佛陀叫我们一定要忏悔业障 这个业就像 你在电脑里面已经灌入这个软体 每次一打他就会跑出来 那各位一定要把这个业忏悔掉 那你要忏悔 那就是黑暗的地方 你只要把光明点亮了 黑暗就不见了 所以忏悔就是这个意思 过去你 所以有一个菩萨跟我说 师父我堕胎一个小孩 另外一个菩萨说 师父我堕胎三个小孩 哪里不一样 当然在夜报三个比一个多 但是在忏悔来讲 不怕你多 就怕你没惭愧心 如果你有惭愧心 一个灯可以让很大间 很小间都亮起来 如果你有抓到这样 为什么 念一下 佛法无边 法力无边 相不相信 相信就没问题 不要担心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 这个佛性 你只要按照 那你要如何达到佛法目标 念一下 依教奉行 各位你只要按照 你读地藏经 按照地藏经去做就好了 你读药师经 按照药师经去做 你读阿弥陀经 按照阿弥陀经去做 很多人读了很多经 那按照经典 经典不会冲突的 经典没有冲突的一点 那你能够学习更多 成佛的方法 那当然要读经典 然后按照这样去做 那为什么要按照去做 不能用自己的想法 来做事情 我们就被自己的想法 害死了 那个男人好帅 那个叫想法 然后呢 这个感觉跑来了 为什么 上辈子欠债了又碰面了 因为相欠债 才会相见面 因为相见面 才会相爱 因为相爱 才会什么 相恨 所以你姻缘到了 那你就要跟他碰面 所以 但是你要 你要记住 我这个碰面是 动机是什么 喜欢 痛苦来了 刚才讲的 以自私的 我喜欢 我讨厌 那你就 苦海无边了 你爱上你先生 你爱上你儿子 你爱上你女儿 这下你已经五花大榜了 永远放不下他 那怎么办 离婚吗 不是这个意思 把爱情变成 那以后改变自己 这个叫什么 你也是来对治烦恼 消除自我 调伏内心 征服自己 好不好 征服自己 因为是自己 把自己弄得很痛苦的 没有一个神 要让你痛苦 没有一个佛 要让我们痛苦 都是因为我们一个 错误的想法 执着有一个 我的存在 我爱 我恨 我喜欢 我不喜欢 而造成我们很痛苦 所以佛教爱 要我们有空性 乃至禅 什么叫禅 再念一次 无我的智慧 叫禅 今天有一点热 对吧 会热 你就脱衣服吧 有送一点空气吗 好像没有 那我们就忍耐吧 为了听佛法 这个叫修行 越苦越容易修 所以越不舒服 越不会打瞌睡 所以没有痛苦 你不会开悟 如果各位现在 很快乐 很有钱 你就不会来 那叫天人 天人就是骄傲 骄傲了就 自以为是 他就不会听佛法 那人比较好 又苦又乐 多苦少乐 就像上班一样 上班29天 一天拿到薪水 刚好买一个轮胎 因为你要六个月 再买一根柱子 所以你没办法 每天快乐 但是有时候会想一想 人如果为了欲望 在生活 还真的是 折磨生命 我们有一句话是 不了解生命 生命对我们 是一种惩罚 从生到死 都让你痛苦 所以有些人 很有钱到老了 得了一个病 那是癌症 他躺在床上 为什么 为什么 这样 我哪里做错 我曾经碰到一个 很出名的校长 得到淋巴腺癌 然后他就肿肿肿肿 肿很大 医生说不能开到了 他们叫我去看他 那个伤口一开 里面都像虫一样 我看了都会怕 然后呢 当然这个校长 那时候 有一点点会讲话 我知道他很怨 他从一个贫穷的家庭 努力地独暑 努力努力努力 结婚 把小孩子都培养成博士 现在他很痛苦 那时候我跟这个校长说 校长 人有前世 为什么你那么会读书 为什么你隔壁的人 不会读书 这是你过去世 尊敬老师 印经典给别人 你种了一个很好的因 但是 虽然你有这个善业 但是你也有恶业 你也叫善恶不抵消 这个记住 比如说 你过去杀了一只老鼠 但是你现在天天去布施布施 那你这个杀老鼠的业还在 不抵消的